小伙为了权力,为了金钱,背叛了大哥 作为报复,他被绑在凳子上 脑袋被当作球来踢 五年前,隶属关东暴力团的山王会 内部进行了一场兴风血野的权力角逐 加藤叛变杀了老会长,成为新会长 石元背叛了大友,成为副会长 这场战争,此伤无数,大友也被关进监狱 对外放出假死的消息 由加藤掌权的五年时间 山王会已经成为非常庞大的组织 在石元的经营下,生意涉及多个行业 股票,赌场,只要赚钱就会插手 甚至已经触及到政界 他们野心很大,想达到黑白通吃 势力的扩张,胆子也变大 连敌对警方的人都敢暗杀 可谓是无法无天 黑帮内斗属于小事 但是警方被害就属于特大事件 警方决定要加大力度铲除黑恶势力 本应该平静肚子的片纲再次出山 他警告加藤,如今做的事情有些过火 上层领导大发雷霆 他建议交出一只替罪羊用来交差 否则的话,上层会全面压制山老汇 加藤还没有发展到不惧怕白的地步 于是答应了片纲的要求 审问替队一样时 警方凡天感觉到不对 犯人根本不了解作案过程 说话都是结结巴巴的 但片纲说自己的计划正在部署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 警方总部确实要针对黑恶势力 可具体的方案根本就没有 只是在办公室夸夸其谈而已 实验为了让组织发展得更加庞大 一改之前的管理方式 要求以后遵循业绩考核 成绩差的直接淘汰掉 丝毫不讲情谊和辈分 对下面的元老级人物破口大骂 丝毫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要知道诗愿原先只博是个小人物 博士加藤提拔 他连元老的面都见不到 如今草级变凤凰 略微有些猖狂 在座的各位元老都很有意见 本来加藤和自己是同级 现在却要听他的命令 还要受一个渣渣的训斥 其中三位元老暗自会面 他们听到过一些传闻 说是老会长是被加藤暗杀的 当时老会长贴身保镖消失不见 本应该时刻不离 为什么没有在场 后来为什么不处罚他保护不周呢 反而提拔他成为老大 种种一点 证明和加藤暗杀老会长有关系 他们三个人对当下的组织都感到不满 另外两个认为 应该拥护福田当新会长 正在谈话之际 骗刚不请自来 他也认为应该让福田上位 想要成功 需要得到大阪花灵会的帮助 他愿意一同前往说服 在另外两个人怂恿下 福田决定试一试 第二天便带他复杂的心情找到花灵会 对方曾经和老会长有过约定 绝对不和对方调试 但是现在加藤是会长 约定也就作废了 他答应会帮助福田上位 和福田刚走 花灵会长便给加藤打电话 说福田要背叛他的事情 福田那两位哥们也将他出卖 美梦还没有开始就被拦腰折断 福田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骗刚本想利用福田 引起花灵会和山王会的战争 可惜计划直接宣告失败 面对加藤的质问 他为什么要帮助福田 骗刚就是死不承认 眼看没有办法解释 他把加藤和石渊死敌大友甩了出来 说他并没有死在狱中 还谎称他要坐牢十几年 克制大友的事情 他才侥幸逃过一关 告别加藤 他来到监狱看望大友 通过内部关系让大友减刑 最近几天便可以出狱 告知他当初的叛徒石渊当了二把手 故意激起大友的复仇之心 然而大友早已看淡 不在插手江湖事情 只想安静地活下去 一击不成又成一击 骗刚找到了牧村 他之前的组织被大友毁灭 脸上还被大友划了两刀 在狱中他拿着刀捅了大友两刀作为报复 之前是仇人 现在成为了兄弟 他们知道自己被人利用 真正的仇人是加藤和石渊 大友放弃了复仇的心 骗刚想要通过牧村蛊惑大友 让两个人联手一起剿灭山王会 套路之身防不胜防 大友出狱当天 骗刚等候了多时 和大友上了一辆不认识的车 他们是谁 连骗刚都没有见过 打电话询问总部才知道 接待大友的名为张大成 他在年轻时可是一位传奇人物 黑白两道通吃 哪里都有人 日韩之间的毒品交易 基本都和他有关系 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连山王会和花联会 见到都要敬畏三分 张大成和大友曾经是朋友 现在大友被山王会抛弃 他有意让大友跟着自己混 他很是看中大友的仗义 在当下的江湖中 已经非常少见 大友感谢他的热情款待 表示会考虑一下 无论大友走到哪里 骗刚都死缠着不放 约他吃饭 捐一位故人 这个人就是木村 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仇恨 木村建议 他们可以加入花联会 借助他们的势力来复仇 反正花联会早已会逝了很久 就是等待一个合适集会搞事情 花联会也得到过一些传闻 关于加腾暗杀老会长的事情 如果消息属实 可以趁此机会灭掉山王会 他们花联会的势力 也能够扩张到东京 对于收木村和大友 他们正有此意 但大友丝毫没有复仇的想法 木村也没有任何办法 暗中派着两名手下保护他 石渊那边得知大友出狱 他很是兴奋和恐惧 生怕大友找上门解决他 慌张地派所有手下暗杀大友 即便他已经成为 大型组织的二号人物 依旧改不了 依在骨子里的胆怯 一天大友坐在电梯中遭到袭击 杀手连开脸枪打中了腹部 幸亏木村手下及时营救 不然很可能死在这里 三尸躲在木村的地盘上调养 明明差点死掉 大友寒事不弃 不想再和山王会发生冲突 怕没有事情 但木村手下忍不了 发誓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暗杀大友失败 石渊很是生气 对着元老一顿咆哮 杨炎下次开会把他们都换掉 猖狂至极无法形容 他们开会时 木村两名手下冲了进来 复仇没成还被抓了起来 头戴黑袋子殴打致辞 石渊被随意丢在垃圾站 手法残忍 没有丝毫忍性 无辜手下的死亡 激起大友的怒火 他决定和木村一起加入花联会 对方明明也需要大友 但在话语中 丝毫不接受他们 双称自己和山王会是头谋 换而言之 他们在推辞 为自己找挡电牌 以后真出了事 也和他们没有关系 更重要一点 确定大友真心想搞山王会 而不是家藤派来的卧敌 可想花联会几位蟑蟑 其中木村用牙咬掉手指证明了决心 才让对方对大友放下戒心 花联会提供人手 消息和武器 这些人都是神面孔 不会认为是花联会的人 做事情非常严谨 不会出错 得到势力 大友立马开始行动 首先绑架了老会长之前的保镖 他是证明家藤篡位的有力证据 面对拳打脚踢 他很是嘴硬 可是看到大友拿着电钻杀人 瞬间吓尿 交断了一切 大友录下他说的证词 保镖失踪 石渊很是惊恐 家藤更是害怕 立马找到花联会总部 请求对方的帮助 帮助寻找 对方已经得到保镖的证词 当时家藤的面放入出来 声称录音是石渊给的 保镖也是他绑架的 目的就是要叛变家藤 自己坐上会长的位子 之前福田也是他的计划 家藤听到这番话 想都不想 立马就认定石渊想篡位 和老会长相比 他确实逊色不少 至少在玩心机上 差出一大截 花联会表示 木村不会和大友接谋 木村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有了这些忽悠 山王辉的人放松了影涕 家藤的亲信手下 一个接一个被杀 木村给石渊打电话 说已经抓到了大友 等待着一起处理 他开心的带着人便跑了过去 话还没说两句 手下就被杀光 把他都给吓尿了 跪在大友面前 不停地求饶 像他这种小人 放走说不定还会怎么搞事 最好解决办法就是死人 把他板在凳子上 无法动弹 棒球机瞄准他的头 不停击打 最大的叛徒 石渊铲除 会长不仅没有悲伤 反而认定除掉了祸害 组织大会上发誓 要带大家重振旗鼓 下面的元老大声地反驳 他们接收到花联会送的录音 知道了会长是家藤杀的 对于叛徒 组织不会任他当老大 说完所有人离开了总部 从此刻开始 家藤的权力被架空 同时山王会面临土崩瓦解的危机 花联会采取快速行动 家藤的事务所和公司 均遭到毁灭 信心手下也被清洗 他现在一无所有没有任何权利 大清洗结束 大友要退出 接下来小事由牧村来完成 其实大友知道 再接着待下去 恐怕自己都要搭进去 花联会的大佬 把牧村和大友当作工具 说的简单点 他们就是黑点 花联会不会承认 袭击山王会是他们的人 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不给对方留下任何找事的借口 作为误点 大友和牧村已经利用完 下一步就是被清理 大友在山王会已经经历过一次 相信花联会的老大会扶持他 家藤的阴谋败露 自动辞去会长一职 辞去老大的山王会 居然由花联会来保护 下任会长的人选 由他们选出 曾经称霸一方的山王会 如今成为死敌的下属 结局真的成为片刚预想那样 家藤承担不起会长的位置 山王会倒台 花联会势力巨增 片刚丝毫不在意 因为都在他计划之中 家藤退休成为普通的老年人 走在大街上没有了保镖的保护 独自在游戏厅打着游戏 不知不觉中 大友坐在旁边 拿出刀子将其杀死 大友的大潮终以得报 家藤突然死亡 查不出凶手 片刚带人搜查了牧村的事故所 强行带走他们的大批手下 保管了他们的武器 接着片刚会见了家藤的亲信手下 告知他是牧村杀了家藤 牧村手下被抓 武器被收 面对敌人没有任何反抗 牧村也死在片刚的计划中 牧村作为花联会的头目 他的词势必让那些大佬出面 这么多人齐聚一堂 很难遇到 这正是片刚想要看到的局面 他知道牧村的葬礼 大友肯定会参加 他谎称牧村死于花联会的手下 想借助大友的手 灭掉花联会的核心人物 看到大友没有带武器 主动拿出一把枪交给他 大友经过这么多事情 再也不是那个笨蛋 拿起枪射杀了片刚 终结了他挑事的一生 本集故事也到此结束 本片名为《极恶飞》到第二部 第一部的故事上期已经讲解 如果有关系网不太懂的 可以查看上期内容 黑帮组织的明争暗斗 权力的交替都要用血来祭奠 像大友和牧村 都只不过是高层的工具而已 需要的时候关爱有加 没有用的时候直接闪除 总的来说生活不易 大家都懂 人间正道是沧桑 不要误入歧途 做违法的勾当 天刚死去 大友还活着 下一部 花联会又将如何被剿灭 更多精彩先在下期内容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 持续更新